最近去不到旅行 一於吃一些不同地方的美食 最近我都吃了很多不同地方的特色美食 之後再陸續介紹給大家看 今天先帶大家去吃新加坡的吐司功課 現在因為疫情關係就沒有了晚市堂食 各大小的餐廳都做了一些優惠的外賣套餐 而我今次吃的這間吐司功課 都不例外 除了一些單點舖餐之外 它亦都有些二人餐 都算挺划算的 今天就介紹給大家 看看 它的二人餐 有三個選擇 分別是 Za 南洋魚丸湯河 再加咖哩雞扒飯 再加一碟油菜 再配兩杯指定的飲品 $88 Zb 升州辣沙 拼新加坡爺漿飯 配泰式雞扒 再加炸魚蛋六粒 再配兩杯指定飲品 $98 Zc 也是我今次點的這個餐 有新加坡白胡椒肉骨茶配白飯 再加星洲辣沙 再加炸雞扒 再配兩杯指定飲品 $108 雖然未至於超級划算 但以這間餐廳來說 其實都算挺划算的 另外它還有一個加配優惠 就是加10元可以配炸雞翼 或者雞扒 或者油菜 或者魚蛋 這個二人餐 我看只可以在餐廳點 在外賣App 我找不到有這個餐 說回套餐的價錢 例如我今次 這個餐就配 肉骨茶和辣沙 在外賣平台上 單點有8折 好像OpenWise 沒有新加坡肉骨茶 有馬來西亞肉骨茶 折了之後 $56 星洲辣沙 折了之後就$48 即是 基本上你愛肉骨茶加辣沙 已經$104 基本上已經等同我這個套餐的價錢 那我就多了雞扒和兩杯飲品 都算OK了 我亦都有一些 特色小小的 產品賣 好像是一些斑蘭蛋糕 亦都有一些聖誕的禮品 好 拿走了 回到家 開餐 大大袋 拿到回來 一袋是食物 一袋是飲品 我亦都遇到一點點意外 就是漏寫了一點點 先逐樣開給大家看 分別 辣沙 一個碗 肉骨茶 飯和湯 分兩個碗 再一個 栽雞扒 首先這個白胡椒的肉骨茶 OK的 不算超級多料 但以一人的份量 都夠吃的 有兩三塊這些肉骨 配一些豆腐泡 這隻新加坡的肉骨茶 相對就沒有馬來西亞那種那麼重的藥材味 主要是胡椒和蒜頭味 你可以看到湯底是多少胡椒 多少粒粒的胡椒 還有幾塊蒜頭 適合喜歡吃胡椒的朋友 不過如果你不適合吃胡椒 其實也挺麻煩的 因為整碗湯都是這些胡椒粒 看看多少 就這樣喝湯沒問題 但如果你咬胡椒 也挺接近的 接著就是這個辣沙 是分湯上的 一個碗上下層 一層就塞粉和菜 一層就湯 不過雖然它是分湯 但是呢 因為粉比較吸水 基本上湯倒進去 之後 很快都吸水了 這個配料都挺足的 有幾隻蝦 魚片 蛋 味道都不錯 只是略鹽的湯不夠 多一點點 就好一點 接著就是這個雞扒 OK 挺好的 都算嫩滑的 味道都不錯 另外有個配菜 這個我就普通 一般的 而這個醬油 是點肉骨的 一絕 另外我們兩杯的飲品 都是用了拉茶 挺滑 挺好喝 整體來說 我對這個二人餐 都挺滿意的 平均一位都是五十多元 已經有齊主食 小食 同飲品 雖然未至於超級低 但是都算十分不錯 這個套司工房 其實多區都有分店 但是就不知為什麼 我在不同的外賣平台 都找不到這個二人餐 但是我路過幾間分店 他都有這個牌 凍了出來 基本上我估計 每一間分店都有供應 但是就不知什麼原因 就沒有在外賣平台買 基本上 買這個餐 都很方便 下單之後 大概都是十多分鐘就有了 所以就算即場買 問題都不大 不過有一點真的要再提提大家 就是他這隻新加坡的肉骨茶 胡椒味真的比較重 尤其是你咬到胡椒粒的時候 真的很接近 所以大家如果不太喜歡這個味 可能選擇其他好餐 就會比較好 下次再跟大家試吃其他東西 拜拜